到了今年以来,趋利亚战争的局势一度显现出明朗的一面,因为随着俄式联军的努力。 日前,趋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政府军收复,大马士革也再次回到巴沙尔的手中。 但是历17年的趋利亚战争,真的会就此结束吗? 事实上绝没有这么简单,即便叛军武装敢于失败,但是美军可不愿意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东流。 虽然在俄罗斯强势出手之后,美军已经表明在许利亚战场上不会直接参与到战争中,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口头约定,想要让大量的美军基地和美军顾问,退出许利亚战场又谈何容易? 所以目前美军在许利亚的军事行动依然很频繁,这给政府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 近期,美军开始给大量的叛军武装提供无人机,这些无人机在携带上大量的弹药来到了俄军的军事基地,并且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攻击。 在刚开始这种方式却是很奏效,但是俄军随即从国内拉来了大量的S、300反红系统和搜特种部队,专门对这些无人机组织进行捣毁。 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,能够起飞无人机的叛军武装基本上已经算是殆尽。 但是俄罗斯的搜特种部队再次成为了美军和叛军武装的目标。 在俄罗斯刚刚进入叙利亚的时候,的确在战场上大扎神威,俄军特种部队利用一些技术,在短时间内就摧毁了大量的叛军武装基地,这使得美国人恼羞成怒。 近日,在搜特种部队进入伊德利普进行作战的时候,不小心掉进了美军的埋伏圈内,据悉,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是情报泄露引起的。 被包围之后的搜损是惨重,但是对于搜的战斗力,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,即便是成功将他们包围,但是要对他们造成创伤是相当不易的。 而纵观整个中东,拥有着这项能力的只有美国军队,最后伤亡惨重的搜特种部队,德布呼叫空中支援最后才顺利脱身,随后俄军联军立刻对此次任务的现役者进行排查,但是目前尚未有结果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美军在中东战场的情报工作的确很不错,在这一点上从之前的多次战争和大马式格战役中,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,看来俄式联军以后还得多注意才行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